大家好,我是顾爱秀禅 今天是2022年的8月4号 咱们做下复盘 那么当前大盘是属于探底十字星 还是属于下跌中级十字星呢 那么板块而言 半导体消费电子怎么看 那么我们来看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商量指数给出了一个小红星带下影 那么呢量能的话呢 是明显说量 量能说到五冰量线的下方 怎么去理解呢 首先我们来看啊 我们把从传统视角来讲的话呢 咱们前面呢多次讲到 这个位置呢 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ABC的下跌 当前呢是属于C段下跌的调整中 那么这个调整何时结束的问题 以及呢什么调整到什么位置结束的问题 所以说呢 当前这个位置呢 在往下不悲观 那么在三千一个人的视角的话呢 在三千一百点附近 对于可以呢 认为是机会大于风险 而资金体量比较大的话呢 可以利用列上列入说像三千一百五 一直到三千一百点 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甚至说呢 从当下到未来一周 都可以呢 把它作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时间窗口 而对于资金体量比较小的 那么对应呢 都明确转强的信号 再去干嘛呢 再去 把握 那么当前的话我们来看啊 那么对于 上任指数的从事开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这里面呢 有一个包含关系处理 就是昨天是被前天所包含的 那么把前天和昨天的包含关系处理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今天 他又被前面处理过的包含关系的开线呢 又是一个包含关系 那么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代表的意思 当前市场呢 其实从开线的表达上面来讲 只是说呢 在向下的过程当中 那么呢 没有继续激发恐慌情绪 但是呢 在人气情绪的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 他又没有明确的进攻的这样的一个点 只是呢 属于这种观望 或者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又到了再度方向选择的这样的节点 好 这是从开线的一个表达 那么对用的话呢 咱们前面一再的想要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呢 从3424 这是日线的一笔下 把它呢 处理从日线的一笔上 从3305点位以来 出现强顶分破五军 那么呢 没有新的强底分上五军之前 没有出现新的分行之前 只是把它当作 向下一笔的言语中 这个视角的话呢 依然不改变 那么我们再从什么 再从分钟级别的结构呢 来去观察 例如从30分钟的一个视角 来去看待的话 那么当前的一个节点在3255附近 对应呢 它实际上呢 上方是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节点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承压的一个节点来去看待 好 那么下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话呢 当前它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还是一个30分钟相下线段的发展中 而且的话呢 我们要做一个力度的比较 就是下跌0米反弹比较弱 下跌0米反弹比较弱 这个位置回撤的话呢 和前面这个位置呢 对应的没破前面的低点 但是呢 3155这个位置呢 没有破 没有破的话呢 那么对应当前的节点 可以把它当成30分钟 线段的线段内的 比中输的一个视角 来去观察和看待 如果说呢像上连前面这个高点 都不能有效的约过去 那么呢 如果说呢 30分钟比中输 主见 然后的话呢 再往下探一下 背词关系结构饱满 那么的话呢 这一段内部有背词 这一段呢 和前面的这样的下跌有背词 那么对应的话呢 你可以宣告 从7月5号以来的这样的调整 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结束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 看 用5分钟的走势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那么更加的 更加的精细一点 这个精细的话呢 当前就可以理解为 3305点位以来的 5分钟中输构建的 一个状态当中 所以说呢 既然是5分钟输构建的 一个状态来讲 也就是当前的话呢 从3424点位以来 那么对应呢 这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向下的进入段 这是一个中输的震荡 那么当前的话呢 这个位置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级别呢 比5分钟级别率低 比1分钟级别率高的 这样的一个中输构建 中输构建完成过 之后的话呢 那么看方向选择 就是呢 如果向下给一个离开段 然后呢 背磁关系饱满 它们之间呢 就是结构饱满 有背磁 这一段呢 和前面这样的 接近有背磁 那么对应的 可以宣布呢 这一段以来的 下跌可能结束 如果说呢 在结合之前的 这样的一个 强板包开线 或者是强底分 那么对应呢 你才能 可以期待一个 向上的动作 所以说呢 从当前来看的话呢 结构完成度的话呢 还可以 只不过呢 插一个背磁的 这样的一个节点 要么是这个位置 呈现背磁 要么的是打出去 就说向上 力度增强 回落的话呢 不给星低出现 这样的一个 有力度的 这样的一个体现 好 这是从上证指数的 一个表达 那么当前这个 对于今天十字星的 一个视角的话呢 暂且把它作为什么 作为这样的一个 下跌中继 或者是观望的 一个视角来去看 因为呢 量能 它是缩减的 而且的话呢 今天的十字星 如果把它处理过 之后的话呢 它实际上 还是属于一阴不破 好 这是三种指数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了 向下已经不悲观了 而且的话呢 有些板块 有些局部的一些机会点 局部的一些购物 已经可以 已经呈现出一些 非常良性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点的态势 那么我们再来看 创业版指数 那么像创业版指数的话呢 那么今天是 乡下探了新低 也是给出了 这样的一个十字星 说了 那么像这样的十字星 怎么去看待呢 其实很简单 咱们呢 依然用 咱们在 最近的从什么呢 从我们的 准确的讲 从进入七月份 六月底七月初 从这个级点 然后呢 咱们对于创业版指的 一个视角呢 就用五分钟 中速震荡的视角来去跟了 那么中速震荡 一旦的中速震荡去弱 那么对用的 高点不断的抬低 高点不断的抬低 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 属于呢 始终保持弱势的这种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修参在进行看盘 或者在进行 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 和一些 和他人不同的地方 就是呢 某一个分时的拉伸 某一个一分钟的拉伸 但是呢 他没有改变这样的一个 结构之前 从他的一个 运行的这样的一个 视角来讲的话呢 他是什么呢 局部可能有板块走强 局部可能有个股热脑 但是呢 总体来讲 他是属于恒弱的表现 那么不管是前面的 中速震荡去弱 还是呢 当前高点不断的下移 那么当前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来讲 第一 什么时候把这样的一个 节奏给打破 就是向上 把前面这个高点和高点 不断降低的 这样的特征给化解掉 好 然后的话呢 带力度的这样的一个 就属于阶段性明确转强 而后的话呢 回撤的话呢 力度明显就是有所抵抗 出现这样的节点的话 你是可以大胆的去把握机会的 好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推演的视角 那么用另外呢 如果说用日开的视角 就是一个反驳开线 或者是强底分的一个视角 来去作为观察点来去看待 好 那么在 在这两天的朋友当中呢 讲到 可以把呢 列出像对于一笔 对于 对于日线的一笔 或者是周线的 日周线这样的一个笔的视角 就单纯和笔来讲 分形 可以把它当中笔的石入口 他可以什么呢 观察他的强弱 后面呢 他可以反向 他也可以呢 延续 但是呢 没有出现分形之前 只是一言 按照一笔的延续中去看待 那么 取一反三 用这样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种状态来讲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呢 反弹 力度不强 又继续回落 后面的话呢 一旦打破了这种节点 越过前面的高点处 就是阶段性的多空博弈 变了多数占优 而且呢 多空占优呆量 后面的话呢 回落 只要说呢 明显有抵抗 那么对应呢 你才能过 好 认为呢 这一段以来的调整可能结束 如果说呢 这个节奏都没有改变的话呢 对应呢 他还是这样的一个弱势当中 好 这是对于 创业蛮子的一个视角 那么我们再来看局部的板块 那么像半导体 半导体值得留意的是什么呢 值得留意的是 这两千 它是明显带量的 这反弹 而且从历史上的话呢 从4100 从400119点位以来 跌到2023 它指数的是遥斩的 但是呢 咱们在一周之前 甚至在半个月之前呢 对于半导体的一个视角 是属于长期不悲观 但是短期来讲 它还是属于震荡 那么当前呢 这个位置带量的话呢 那么后面是可以去跟了 跟了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 30分钟的中枢震荡来去看待 那么当前有中枢震荡的 一个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利用中枢震荡的监视器 那么今天连续几天呢 这样连续两三天 这个反弹带量 那么同时的话呢 它的一个表现来讲 用中枢震荡监视器的 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当前 它只要说呢 震荡去强 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去跟 后面的话呢 一可以反弹延续 二的话呢 如果回落 回落的话呢 只要不破前面的地点 对右的话呢 它的半导体呢 在中枢震荡监视器的上方 那么就可以持续去跟 好 这是半导体的一个视角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消费电子板块 那么消费电子板块 指数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从日开的一个层面来讲 第一 它的量能 还有保持 第二呢 从日线的线段的发展中 它中间的话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三十分钟的 也是三十分钟的盘整 好 那么对右呢 我们用五分钟的 同级别分解来看啊 咱们在前面跟中物 就是呢 这个位置回撤 只要有抵抗 然后呢 前面呢 不破这个中枢 对右呢 它是可以把它当成五分钟的 三类买点的视角来就跟了 所以当前的话呢 它还在机会点的范围之内 就是呢 三十分钟 级别来讲 它是一个可操作的 一个区间 再利用五分钟的 同级别分解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该指数的话呢 后面还能够持续跟 跟了一个视角的话呢 给我给它简单换一下 从九百七十四以来 这是一个五分钟上 而后的话呢 这是五分钟下上下 构建三层书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还是一个五分钟的 走势类型的发展当中 只要说呢 把前面这个五分钟的中枢 上沿作为一个观察点 去跟即可 好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后面呢 还反弹力度比较弱 不给新高了 后面呢 又给一个五分钟的 先端下 走一个五分钟 组织类型下 他只要说呢 用中枢震浪监测器的 一个视角来讲 他只要说呢 保持中枢震浪的 监测器的上方 就说呢 用中枢震浪去强的 一个视角来讲 是可以用 用三层的中枢震浪 然后呢 用低吸高抛的维度 那么利用五分钟 走势的这种 通级别分解来看的话呢 用五分钟级别的 背驰买点 或者是五分钟级别的 有力度的二类买点去跟 好 这是对于指数 从量能到它的走势结构 那么呢 局部来讲 内部的个股 还是会呈现一些 机会点呈现 好 这是对于半导体 和消费电子 两个板块的 从技术视角的 一个观察观照 好 那么再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呢 当前这个位置 不悲观了已经 再往下的话呢 找机会 只不过呢 市场还会不会来一个 再杀同王盘 或者再往下探一探 这一点的话呢 对于大资金的视角来讲 后面的话呢 下跌找买点 然后呢 把为当下 到未来这一周的节点当中 当成布局的一个 时间程度来去看待 重要资金的话呢 不管是 对于指数的态度 还是对于 具体的板块 具体的个股 一定是明确 转强的信号呈现 然后的话呢 用阐内买卖点的视角来讲 一定是强有力的 列数呢 不管是五分钟级别 还是三十分钟级别 还是多级别 公正的视角 一定是强有力的 买点信号呈现 那么把握你的效率才高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复盘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好再见